大家好,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英泰公司华东区技术经理 徐彦宏女士为我们大家做一些分享 你好,Wayston 是这样的,就是我们想说今年的英泰公司是会主推哪些产品呢 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英泰公司今年的话我们主要针对客户的需求 客户主要是想看高可靠性的这种产品 高可靠性的话主要集中在一个是低空洞 另外一个是在产品的长期可靠性 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需求分别推出了一个是低空洞的一个膝膏 8.9HF和10.1HF 另外一个的话高可靠性的话 我们推出了276这样一个适用于汽车电子的高可靠性合金 这样的就是说包括您说的提到了这些等以上的所有的产品 包括技术上面研发的一些推广 那就是在基本上都是为咱们的那个智能制造 和汽车电子行业这样服务的 那么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影响下 那么我们的汽车电子跟智能制造 也有这种很非常恐怖的这样的发展 那么您能看看对于这个2018年或者2019年 就是近年来这样的行业的趋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吗 行业的趋势的话 智能化发展非常大 所以高密度的这种产品需求会很大 所以可能在微小型化高密度化这种会特别特别的快速 还有一个就是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的增长也是非常的迅速 你们能问 谢谢大家